哈囉大家好我是紫辰 今天手上這顆呢是引擎水塞子 欸有一個洞有看到嗎 各位看到那個水塞的邊邊一個洞 然後呢這個水塞子是裝在這台ASIO 2.0水瓣斧後面 它是這樣子 然後把它翹出來了 那你看這個水路裡面都生鏽黃黃的 就代表它沒有加防鏽防凍的水箱筋 所以這水箱筋的水路來說非常重要 我是推薦大家一定要加的 不然這個水路的部分呢很快就會壞掉 反而更花錢 然後呢我們現在要換新的 那新的呢說實在我是覺得 如果空間大還好 如果空間小的話也不太好敲 蠻吃技巧的 OK感謝各位收看 大家掰掰